大家好,我是 Leo 疫情期間有閒山的習慣 但一直大部份時間都沒有做過防曬設施 沒有戴帽,也沒有塗防曬箱 因為長期這樣曬,最近一兩年 就出現了兩疾滋液性角化斑 也是皮膚曬傷後,形成了俗稱的老人斑 一直都希望搞定它 但又不懂得去找一間信德國的醫療美容診所 直到最近有朋友介紹我去打斑 我終於得起心肝去處理我的皮膚問題 今次我去到深圳 這間叫秋桃美膚醫療美容診所 去做皮廟去斑 想知道我打斑的實況,就跟我來吧 在出發之前記得點贊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就是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我以為明天未必能出鏡 但剛才說,它可以這樣掃掉了 今次去到秋桃美膚 在深圳都有三間分店 我就預約了福田購物公園站那間 可以在購物公園站的H出口 一出到地面一直向前走 也可以跟著高德地圖 大約9分鐘就會來到深圳國際商會大廈B座 就在二樓 我們一出到去就會見到醫療美容診所 在門口的外場 有簡單介紹醫療美容診所的發展史 由2008年開始 一直到今年的2024年 已經有16年的歷史 我們進去掛號之後 職員會給你們一些資料 在這間醫療美容診所 有8大類的服務 提拉抗需、改善皺紋 美白蛋斑、蟹霸、富貴包、身材管理等 我亦都趁這個時間 看一看這間醫療美容診所的環境 首先我做個皮膚分析 這一部是皮膚檢測儀器 可以分析到現在皮膚的狀況 這樣應該可以了 你下了的話就這個位置 現在開在拍攝 往前面靠上去 然後這個嗷嗷下面 拍的時候儀器他自己會轉動 您保持避免放鬆狀態就可以了 開始了 当有了皮肤分析数据之后 姑娘就带我见皮肤科医生 你主要是在一年连这个班 有多长时间吗 应该在一年多比较明显一点 一年多 对其实之前断断续续它会浅掉 你涂了一些蛋白的产品会浅掉 会淡一点 但是后来这一年就越来越伤 后面就越来越伤 对 弯完之后会不会脱皮 不会 不会 也不会泛红 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您表面的皮肤 您的皮肤还是在男生里面偏细腻的皮肤 比较白皙 看一下 这个是看皮肤的一个耐受性 皮肤的一个屏障 健不健康 我们这样看皮肤屏障还是相对比较完整的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或者严重受损 这个是没有的 这个是看我们皮下的一些严性反应 严性反应 我们日常的这种清洁过度 它也会导致这种皮下的这种严性反应 还有呢 日晒也会导致 那还有一些呢 可能通过的一些不好的保养方式 有破坏到皮肤 它也会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 可能就是皮肤有时候太干了 它也会泛红 看到吗 全宫这两边会有一点红 这些地方的颜色是正常的 这些地方 额头也是相对比较正常的 这一圈最好尽量不要受伤 如果有破损受伤长痘 或者是有扣到它的话 它就很容易长出这种表面的斑点 我现在是哪个是什么斑来的 您这个斑呢 从正常的形态来看呢 它是子异性角化斑 也可以称之为老年斑 异性角化斑跟老年斑是相匹配的 但是老年斑它只是老百姓的一个称呼 它的学名是子异性角化斑 就是皮肤的一个老化 光老化 日晒啊 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啊 细胞的一些衰老啊 它导致的这种色素沉淀 那这种呢 你的呢 不是特别明显 看到了 隐隐约约的 如果说你很明显 一块在这里 反而效果会很好 做完一次以后 可能几乎就看不太出来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呢 可能也是因为你之前也有涂这些东西 就是淡斑的 那么它现在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那我们做完激光以后 我就不能确保百分之百 咱们做一次它就完全没有了 那应该很少估计要做多少次了 一般的话这种色素一般呢 一到三次 有一些好的一次就干干净净的了 明白 但是我们不能够很夸张的去注意 明白 那如果一大 比如说第一次跟第二去 要等多久才能打掉 三个月 分析完皮肤之后 我就进行打扮 我现在进行的叫做鸡尾酒色素管理激光 费用是1280元 首先护士会帮我清洁好面上面的皮肤 当清洁好皮肤之后 再在打扮的位置涂上麻药 大概敷20分钟 等麻药的成分浸入皮肤里面 也有个呼叫灵 途中有什么需要 或者需要帮忙的话 也可以按键请人进来 我现在敷麻药 大概敷20分钟 麻药进入皮肤之后 打扮的时候就不太不同 最主要是这两个打扮 医生也很老实说 如果以我这样的情况 就未必一次过可以打不清 起码要一至三次 老实地跟我说 我还会有个谱 就告诉你 不会什么都答应到你 说一次过好像神仙 但是现在这样 我起码要打一至三次 才可以把我原本的斑 才可以清到 这个色素管理激光 它的原理是采用低能量的超皮秒激光 再打到斑里 令到皮肤下面的斑爆破 它的色素就会慢慢代謝 给身体吸收 最后就排出体外 是一个分解黑色素 和也可以降低色素细胞的活跃性 改善到色素细胞的代謝环境 当激光大范围打臉的时候 就好像被人用橡筋打到臉上 那样 但是当激光主力去打到两块斑的时候 就好像被人大大力地打到臉上 但是这段时间你很清楚 是不能动 而医生的手势也很好 很准确 对准确的斑打下去 当打完一边之后 医生就会被我敷住伤口 之后就打另外一边 这个疗程除了集中去打面上两块斑之外 都会帮你打其余的部分 可以提亮你面上的皮肤 令皮肤更白正光亮 我给你擦一遍 对对对 敷个几秒 不要一直摁着 敷个几秒拿起来 然后再敷 等这个冰块 快完全化的时候 还没有完全化 你就要叫我 然后我给你再拿一个新的冰块 对 让它先融化融化 然后冰到上面会好一些 然后这个是给你回去的药 它是一天涂两到三次 涂到它即家为止 截到家就不用管它了 对 这里还有一个药膏 要塗到结枪为止 如果结枪之后 就不用再塗这个药膏了 帮助你结枪 伤口快点痒化 其实它打斑的时候 就好像有刺痛的感觉 那重点那样打斑 就会有一个 好像被人一巴巴掌的感觉 一巴巴掌 但其实已经敷了麻药 情况已经好一些了 其实现在这两个 会比较明显 因为第一天这样打斑 要等一个星期 结枪之后 才可以清洗它的斑 为了要保护这两个 刚刚打好的斑 就买了一个防水的 这些贴子 就可以避开斑的伤口 就贴在皮肤上 当然 不是100% 就不可以这样拦 不可以兜面 也可以这样拦 咬高之后 这样拦 尽量可以避免 这些伤口 可以碰到水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 就算很不小心 滴到少少下去 也可以有些胶部避免 现在是打斑的 第二天 其实伤口都明显 尽量不要碰水 再塗测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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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現在是第四天了 看看現在的情況 其實仍然是很深的 我外出都會戴防曬的口罩 去擋住紫外線 現在暫時不能夠塗防曬 這幾天都要好好保護它 希望可以儘快脫掉這個膠 我就可以正常活動 現在是第五天 其實你看到這些位置已經是消退了 你塗藥膏都感覺到它已經結了膠 已經很硬的感覺 應該很快會退 我想過多幾天就 現在是第六天的情況 這個印還在 美容師也有聯絡我 看看現在的情況 正常是七天 有些人會大概十天才脫掉 今天是第六印 看上去第七天應該還未得 可能我是第十天才脫掉所有的膠 我才可以完全忘了這個印 但其實你會看到 它脫掉出來的膠 我原本有斑的地方 已經是沒有什麼斑 我看上去的情況是很滿意的 來到第七天了 終於看到家鄉的感覺 其實已經是脫掉了 大概是 旁邊有三分之一的地方 下面這裏也收乾了 美容師也有檢查我 說可以停藥了 不需要再塗 他們給我那個燙火高 現在開始收乾的感覺 我覺得過三四天 就會完全脫掉 很開心 今早剛才刷牙的時候 已經脫掉下面的膠 其實是剩下一個淺淺的胸 其實已經很滿意 對我來說 我沒想過完美主意的話 可能真的要補打多一次 因為它的胸 因為我沒想過打一次就已經是淺色了很多 它刷出來的皮膚仍然很幼嫩 這段時間 不能夠大力出去 要好好保護它 最重要是 如果上面都脫掉的話 就要敷它們給我的面膜 就可以修復皮膚 因為做完激光之後 皮膚都比較乾一些 所以需要補水 滋潤剛才刷出來的皮膚 很期待如果上面脫掉的話 我就可以正常生活了 不然這段時間 外出也是要戴著口罩 遮住它 其實我現在外出也會戴防曬口罩 如果戴熱頭的話 很開心 我看見明天未必能出鏡 根據今天是第八天 我可能也要等明天 美容師也說可能有機會等十天 但剛才說 它這樣可以這樣掃掉 噢! 跌到地上 跌到 我沒想過原來可以打到斑 打到這樣 下面還有一個空 如果是完美主意 我覺得可以再打一次 應該沒有 但其實我已經接受了 這個已經不是大問題 是少許的瑕疵 我可以接受得到 但這個位置 其實很影響我之前出鏡的情況 但這樣其實我已經很滿意了 等皮膚休息幾個月之後 三個月到半年 可能我再打一次 打完 就應該完全沒事 那就很OK 如果這段時間做好防曬 要是塗防曬 要是戴防曬口罩 保護皮膚 因為現在這個皮膚是很脆的 我知道 剛剛新生出來 需要好好保護 亦都要塗 敷一些修復的面膜 一些補水的面膜 讓皮膚吸收 我真的超滿意 當膠掉了之後 就可以用它們之前送的面膜 和精華 幫皮膚修復和補水 兩個星期之後 就可以去它們分店做覆診 也會教你一些基本的護膚常識 例如一定要做好防曬 讓皮膚休息三個月到半年 如果有需要的話 可以再打一次班 對於今次整體打班的經驗 是十分推薦這間秋桃美膚 整個過程它們很細心 對於我來說 還未接觸過激光打班 可能覺得是一件很大的事 但是對於醫療美容診所來說 是一個很基本的項目 有興趣的話 可以微信掃這個二維碼 或者關注它們的公眾號 聯絡它們 可以詢問到更多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點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最重要是留言和分享給朋友 按下我的鈴鐺 當有新影片出的時候 就會第一時間通知大家 約定你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